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妳搞定 淑女家務事 桃門婚姻的奇人異事 以八點檔更新啦 婆婆就是很重視門面的人 沒有瘦到八到十公斤 你們就不要辦婚宴 就登記就好了 這是面子 就這樣拿起來 婆婆就要求說 先婚前協議 不能是非錯女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是違反善行動詞的啦 老公也不是全新的啊 就說美啊 婆婆本身是留美回來 喜歡吃中藥調養身體 更可怕的是 生完小孩以後 這個婆婆胎盤 帶回家 婆婆自己把它煮來吃了 然後她擔心說 等一下我生第二胎 這個婆婆又要再煮 我就是想吃我的胎盤嗎 好可怕 你知道人在生活當中 有的時候 貧窮真的會限制了 我們的想像 所以像豪本婚姻也是一樣 就是在這個要進豪門之後 其實也有很多這個規矩 其實都是必須要遵從 而且也是我們無法想像 哪有這種人 對啊 事情不是在想的 這麼簡單 真的人家說 我已經把我豪門的理解 都講完了 因為你身有感觸的人 你家就是個豪門啊 不是啊 所以我才無法想像 為什麼大家前鋪後繼的 一定要進豪門 是有真的那麼多的好康嗎 還是其實很多的辛酸 是不為人知的 但是其實在豪門當中 幸福的婚姻也很多 不過今天要跟大家 一起來聊聊呢 在豪門當中有哪些 奇怪的事件部首 首先第一章 我們要來看一下囉 大些年豪門婚姻 教會我的那些怪事 怪事 到底有什麼怪事啊 我們真的很難理解耶 你知道像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就加入那個 企業第二代這樣 企業家庭 那他的婆婆就是 很重視門面的人 可是他在交往的時候 他其實都不知道 他婆婆也從來沒有 要求過他什麼什麼 結果他們就決定說 交往了幾年要結婚了 他婆婆就知道 他們要結婚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你現在開始每一個禮拜 你都要來我們家 然後他說 你在結婚 那時候你要瘦到 八到十公斤 他原來很胖嗎 他覺得 他是有一點肉肉 可是他也不是真的胖那種 可是八到十公斤 如果對一個 只是肉肉女孩來說 很難 對 很難耶 如果你沒有瘦到 八到十公斤 就這樣拿講 可是可以登記耶 但不能辦婚宴 為什麼 他們是愛面子 對 不想給人家看 因為他婆婆覺得說 他婆婆自己 覺得說我認識很多朋友 我要請很多做 就是面子 我要給我兒子面子 給我家面子 是怎樣 他連天婚禮走出來 是要穿馬甲 是有衣是不是 是誰看得到啊 我完全想到 這是什麼 我完全不相信 我又說他說真的 他就說他每一個禮拜都去 那結果之後他真的喔 真的瘦了 大概八到十公斤 他真的很有心 最愛 因為他老公 其實真的對他很好 對 然後 為了愛之好 對 然後結果之後 他想說他結完會 應該婆婆就不會再刁難他了 結果我沒想到 婆婆跟他講說 因為你現在結了婚 你是我家的媳婦 所以你常常要跟我出去應酬 所以要門面 所以他說 你大概他就差不多 他說還是要保持他的體態喔 就是說我還是要知道說 你的體重是怎樣這樣 有一次好像有一點點不悅了 然後有跟婆婆溝通 他溝通 然後婆婆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說 除非你懷孕 要不然你就是要這樣子量 他就跟 因為他原本想說 跟老公說 要晚幾年再懷 結果他老公就說 那要不然我們要不要懷孕 這樣可能我們 他就不會逼你 他就說 好吧 那我們就早點懷孕好了 反正都要懷的嘛 結果婆婆大轉變 逼她吃東西 你知道嗎 她就跟她講說 因為你現在 肚子裡是我的金孫 的意思 碰得喝到她的金孫 對 他就說 你不可以苦她 你現在吃東西是要為了她 不是為了你自己 對 那生完之後怎麼辦 就變了耶 他為他婆婆生了一個男的 他整個地位又不一樣了 所以生了一個金孫之後 婆婆從此 再也不用兩體重 婆婆重心就本來是金孫了 也沒有 其實從頭到尾 她就是每天再理她就對了 所以她只要的配件而已 從現在開始每個禮拜 帶金孫過來兩體重 對 對 婆婆有瘦一百克都不行了 我覺得壓力好大 人生都不快樂了啦 我覺得太恐怖了 我聽得完全傻眼 都會有急之 這個是一個約定 她會約定說 你體重要多少多少 可是其實很多人 會比較有點法律概念 就想用所謂的 把它白紙黑紙寫下來 對 那這樣其實會有很多問題 之前有遇過一個離婚案件 它是一個算是豪門吧 家裡 也是滿有錢的 那我們是太太被告離婚 我們想說怎麼了 是不是有出現什麼家暴 或是出軌什麼問題 她說沒有 我跟老公非常相愛 我說那你幹嘛離婚 她說原來是出在一張 婚前協議的問題 當初結婚的時候 男方跟女方 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 是差滿多的 所以其實是被反對的 那所以說婆婆就要求說 不然你要結婚可以 簽婚前協議 那那個婚前協議 就包含了最基本的這個 採用分別財產制 對 這個我覺得還滿合理 因為很多就是 她你來分 對 然後可是有比較誇張的 比如說 這又不是一個人的事 對啊 回娘家一個月不能超過兩次 一個月兩次 這個也要寫進去喔 每天早上要起來做飯 然後還有 不能是非處女 豪門不能請就是 對 他們家確實有房用啦 一定要這個媳婦來處 一定要媳婦親自處 其實我覺得是一種心態 跟禮貌問題 其實這個蠻苦幹實幹 這個媳婦 她也是順利懷孕了 然後也每天起來做早餐 然後一切都很順利 可是直到有一天 他們家接到一封黑函 黑函是她不知道 誰寄過來的 然後呢 上面有一個對話記錄 是這個媳婦 以前跟前男友的對話 那裡面有談到一些 關於性生活的東西 那所以說這時候媽媽就 那是過去式啦 過去式了 可是她說不行啊 妳當初跟我答應過說 妳是我兒子的第一個女兒 那這樣子我要離婚 什麼我兒子第一個女兒 處女啊 第一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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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睡飽喔 你 昨天宵夜吃太晚了 所以她當時有預約 她自己是處女嗎 對 她是有預約這件事情 波波就說不行 妳這樣一定要離婚 可是當然這個先生 也不太願意 老公在意嗎 老公不在意 只是說很多東西 是豪門裡面是 所以她就跟老婆說 沒關係 我還是願意跟你在一起 我願意養你一輩子 就是我們這個離婚 可能要先離 可是這樣女生 會超美安全感的吧 當然 隨時要變小三的感覺 條件都壓死人 對 條件都壓死人 然後基本上這個媽媽 也就很不滿意 就幫她老公請一個律師 然後也是逼老公 去告老婆離婚 所以這件事情 就真的鬧上法院了 其實然後後來 在調解過程 她的訴訟過程中 老公就一直問情喊話 就說 可是我願意照顧你一輩子 結果她還是要聽家裡的 對 找媽的案 對 她說妳要什麼 我都給妳房子 車子 我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老婆就覺得說 哪有這種事情 對 那對方當然就主張說 當初有拿槍抵著妳的頭嗎 沒有啊 妳自願簽下去的 那妳當然要遵守妳的約定 可是這個在法律上的話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是違反善良風俗的啦 對 對啊 這有一點道德歧視喔 說實在 就說咩 對啊 對啊 當然是要 奇怪了啊 對啊 難聽一下 對啊 我覺得這是 很沒有道理的事情 那當然這種約定是無效的 對 很重要喔 你看好會就是幫我們講話 老公也是新的啊 要求什麼 那當然最後法官也是認為 這是一個違反善良風俗的條約 所以無效啦 這真的是很被舉到達 那他們現在感情還好嗎 我相信他們感情一直都很好 只是家裡有問題 那這個東西我也沒有辦法 我還有一個朋友也是剛好 就是他是一般家庭 就是普通人家 然後他就嫁入一個 他想要嫁入一個好門 剛好啦 是不是遇到 他的男朋友就是家裡 就是家事顯赫這樣子 然後那個婆婆呢 就是比較 就是在管家的所有事情 然後當他知道他們交往之後 他就跟他兒子講說 這個女朋友呢 一定要有幾個條約 如果要結婚的話 他說第一個呢 你就是要先帶他去算命 然後合八次 這種 還算命 那有指定算命是嗎 不然這是自己也排的 我記得應該他是有 對 八次合了之後呢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這個女方要配合 改名字 就是說比如說你要改名字 對 合的這樣子 他說 那那個女 我朋友聽一聽覺得說 這樣好像還好 對 於是他就說這個婆婆應該是 還算蠻講道理的 於是他就去做這件事情 也配合了 結果呢 他要 真的要結婚前 他婆婆就給他一份合約 上面就寫了 說這是我們家的婚前合約 他說你看一下 他上面就寫說 如果你就是嫁進來之後 第一個當然要侍奉公婆 然後要尊重家裡 然後家裡有一些 拜拜的什麼習俗 你都要跟著這樣延續下去 第二就是說 如果你幫我們生孩子 生孫子的話 那孫子我就是給你一千萬 一個孩子 然後女兒就是五百萬 他就是寫在那個上面 都寫得很好 就連生五胎 就不會太老了 他寫的完全可以算 他就得了 這OK 剩雙胞胎的話 有雙倍吧 有 他就是 他只有分男女這樣 他反正就是說 你生多 他就給得多 他就是說會用鎮語的方式 還是什麼樣的方式 他上面就有寫 寫完之後 我朋友看好像不錯 可是越看越下去就不對了 他說可是 如果你們一旦離婚的話 第一個小孩子的撫養權 一定是在我們家 然後第二就是說 如果你決定要離婚的話 是你主動提離婚的話 那你是 就是說除非是 我們這邊有問題 我們要離婚 我們可能會給你就是說 應有的什麼 我們每個月的撫養費 可是事情發展到這裡 女生一定都想說 我就死都不開口說要離婚 那就好了啦 對啊 他連生三個 兩男一女 兩千五百萬 到手 可是我跟你說 他真的有 我們大家都好羨慕 我說 你真的什麼不用做 你就賺到人家 他一輩子要賺的錢了 可是真的很辛苦 我覺得他最痛苦的地方是 因為他婆婆 他們就是家教慎言 所以 可是還是常常 有一些活動會出去 然後就發覺說 這個媳婦 不太容易 可以跟人家打成一邊 或者是對談這樣子 應對進推 不是那麼好 後來他們就 漸漸的就勸了媳婦說 你就盡量 你就在家帶孩子 不要出門 還不讓他參加聚會 所以後來我們就常常 在一些比較大的聚會裡面 就看不太到這個媳婦 他就會編各種理由說 這個媳婦在家 盡量讓他少出門 對 因為他覺得 已經包裝不起來了 對 那就上上說話課 或者可以報名一些表演班 表演班有訓練那個邏輯 跟反應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婆婆 可能就想說 那就先這樣好了 你就乖乖的待在家裡 對 不過我聽起來 我覺得這個婆婆 是規定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還不太荒謬 所以劉律師 有聽過很荒謬的 對 其實我們處理很多豪門的 這個糾紛 那我自己統計就是 為什麼他會成為豪門 他可能有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或事業家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些財產上 對 那他自己因為本身成功 所以他自己就很有自信 但是我必須要講 就是很多的媳婦 因為他本身是相對經濟上 或者是說在社會上地位 不是那麼高的 所以他當然就會害怕 他就相信這些白紙黑字 就會被牢固在這上面 這樣剛才有提到說 我約定如果將來有一天離婚 小孩就歸爸爸 可不可以 不行 就隨便你怎麼講 沒有意義的 法律上不看你們父母約定 他是以小孩的最佳意義 不用擔心 那他不可以離婚 對啊 沒有 帶著兩千五百萬 但是像我自己遇到一個 例子也是這樣 是一個建設公司 那爸爸應該說 公公是很成功的 那婆婆本身是劉美回來 她在家裡 雖然對她的媳婦是不錯 可是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這種做法 例如說 在家一定要講英文 她認為你在家講中文 或講台語 可能認為 對 對 這個 對 就認為 那我在家裡 不能接我爸媽電話 因為我爸媽英文不通 對啊 不行 麻煩不要讓 媽媽打說 對不起 麻煩不要讓她聽到 沒有下一句 不要讓她聽到 不然她會覺得 你可能 因為可能這個婆婆比較重陽 所以就會覺得 你這個標誌不好 然後甚至你如果英文講錯了 她也會罵你 英文怎麼會 這個水準這麼差 然後另外就是 如果要找 他們家有傭人 找傭人 叫傭人來 叫廚師出菜這樣對不對 之類的 對 就是她有一些 她可能刻板 或是她認為 家裡的生活就應該這樣 她家搭到這樣 她是偶像句看太多了吧 對啊 對 但是雖然看起來很重陽 可是她卻很喜歡 吃中藥調養身體 所以當然什麼燕窩 人參都會吃 但還有一種東西很特別 比較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開盤喔 對 其實就是開盤 她會叫她媳婦 要跟著她吃這個東西 我的天啊 對 那大巴一般 媳婦聽到說 我人好好的 為什麼要吃這個 對啊 那就是一個很貴 很好的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吃 因為可以養顏美容 可以讓你煩惱還童 那這樣就算了 更可怕的是 後來媳婦也懷孕了 生了小孩 生完小孩以後 是自己的 這個婆婆 對 就居然叫醫生 把這個胎盤帶回家 婆婆自己把它煮來吃了 好可怕喔 而且後來媳婦知道以後 當然是非常驚訝跟驚嚇 對 她甚至會做噩夢說 會不會哪一天 把她的小孩煮來吃 對 好可怕喔 但是她就是有這種很特別 所以你看叫她在懷第二胎 她敢嗎 不敢 她不敢 她嚇死了 她擔心說 等一下我生第二胎 我就是想吃我的胎盤 好可怕 非常可怕 這做法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到最後就是因為 這個精神上面 真的很難以承受 壓力太大 對 所以就離婚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像這種豪門婚姻 如果本身你 今天就有一方的期待 就是我是要嫁入豪門的 你就會想像 你一定會被對方 歸辦了很多 你擁有的是 看得到的財產 或看得到的物質生活 可是那個精神上 都不是快樂的 沒錯 對 大家真的就是不要 就會覺得說 哪有這麼容易的事 一定還有很多要配合的嘛 老實講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決定 金銀銅鐵 哪一種湯匙我們生下來 父母親不能決定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覺得說 其實結婚 或者是這個娶一個太太 它是人生翻轉的一個契機 沒錯 我如果這個男生 對 而且男生如果娶到一個 比方說富家女 他等於就可以 他可能這一輩子 可能就是躺著幹 或者他可以接收 比方說家裡面的地位 勢力 金錢等等 所以那女生她覺得說 天啊 如果一個男人求婚 就是一個時刻拉的鴿子蛋 而不是一個怎麼 一開罐的拉環 但是真的沒有像大家 想得這麼開心 其實裡面太多美感 我有一個朋友 其實他是 他算是比較 就是中規中矩的一個上班族 但是他好巧不巧 他遇上千金了 天啊 就人生翻轉 而且千金很愛他 對 千金愛他 然後他是 他們家的千金的家裡面 企業是做建築 然後那時候 兩年就很開心 要結婚了 那其實岳母那時候 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們也不會 我們家沒有缺錢 那我們也沒有奢望什麼東西 我們沒有 沒有條件 沒有 而且結婚湯天 對 然後我會送房 然後我還有送珠寶 這是我女兒的嫁妝 所以你都不要有壓力 不要有壓力 好 說不要有壓力 來了 他說那但是你知道嘛 怕誰 我們家有頭有臉 所以辦那個婚宴 你都不要擔心 但是我們會主導 可是我們要有門面 象徵百年好合 你把媽媽傳一個 一百兩的黃金 一百兩啦 一塊差不多是一兩 所以一擺個就要疊起來 你就擺一兩 它叫男生準備喔 對 那他上班族耶 對啊 他說沒有 我沒有要把你拿 那你要擺出來 那用紙可以嗎 有 有 那個 人家有了 那個紙要燒的 那個紙 收局有在賣 你把它紙紙疊起來 最上面那塊放真的就好了 這樣會牙 牙畫眼 你看 要先講一兩黃金 現在大概差不多六萬多塊 對啊 一百兩都六百多萬 幾位 幾位太太 那是喜事怎麼用紙做的 對啊 它就是要一個疊起來 然後再來喜餅 我們要喜餅山 對 我們男生女生一起辦 所以那個喜餅 當天我們就發給人家 就是大家覺得很澎湃這樣 然後呢 其實他就覺得怎麼辦 你雖然不拿 但是我光是要去 準備那些黃金 就是一筆錢了 這樣啦 媽媽 你房子先給我 我房子可以去抵押 抵押出來 沒有 通常男生會覺得說 反正就牙一咬嘛 然後反正我娶了你 反正一切都不一樣的 那這個是成本要花的嘛 所以你知道嗎 但是不是這個而已 對 投資 結果你知道嗎 後來當天不得了 因為有那些黃金 你知道他還花錢請了保全 然後還要請那個 什麼保鏢在旁邊 所以這個又是一筆錢 對 然後反正咬著牙就結完婚了 他想說一切都過去了 終於可以喘苟記 那當然他是負債的狀態 可是好戲還在後頭 所以岳母就說 你知道我們家女兒 我覺得她還沒有長大 不可以太早有孩子 妳慢慢來 過個兩年 待會兒 訓練一下 所以妳們不能太早 太早有小孩 那怎麼辦呢 妳總不能規定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炒飯 對不對 對 岳母非常厲害 她有她的招數 她說她去買了 不知道哪裡買的 特有的那個保險套 我提供保險套給你們 好可怕 妳知道 對 你們那個炒飯說 要戴保險套 她想說 天啊 那算了 那就這樣子嘛 那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沒有 她讓妳沒有縫隙可以鑽 然後我會來檢查保險套 妳用完不能丟 我要原樣的回收 再補新的 好可怕 好可怕 是啊 那有的時候 真的一時激情就沒用 她媽也管不著 妳講對了 她就覺得說 那你們一定年輕人受不了 她大概一個禮拜三天兩頭 會來跟他們住 然後不准關門 然後最後她受不了是 她岳母來孫孫 跟他們住就算了 就一個禮拜兩三天 她其實她岳母 就是就時髦耶 然後其實六十幾歲 六七十歲 還是都會穿性感睡衣 然後會來跟他們說 床邊故事 就說女兒 我跟你說什麼什麼的 然後教她女兒要長大 那老公都沒有請太太去溝通 其實太太有跟媽媽講 可是媽媽有一句神回答 很妙 媽媽說 我是媽媽耶 是我小 她媽媽不把她娶過淋嗎 那沒什麼 對 就是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 讓她覺得太崩潰了 最後來就離婚了 好可怕喔 我剛剛一開始 我本來想要鼓勵簡律師 還有機會的 沒錯 我聽到後面想說 算了啦 勝資會怕 不會 牙一咬人一下也可以 不行啦 所以我們這個十六歲就立志 我打算靠自己賺錢 這個目標 我覺得目前聽起來是沒有破 我們的個性真的沒辦法 我們就自己當好門 努力就對了 對 之前有個名媛千金 那她其實滿有知名度的 也算半個藝人 那但是她是屬於那種 比較跑趴的那種 然後後來她就嫁給了一個豪門 那這個豪門 可能跟剛剛我們各位嘉賓 所提到的豪門 它就級別更高一點 它這個不是空包蛋 真豪門 很有錢 結果這是名媛千金 嫁過去之前 公公婆婆就立了一些 奇怪的規矩 我們家因為貴重物品很多 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 就是我們家所有的東西 都有造冊列管 你要使用 要登記 列管到什麼程度呢 比方說家裡的一個鑽石 小道鑽石 鑽戒 或者一台車 這個合理啊 合理嘛 因為大家族 這個黃色也有 OK 好啦 那既然大家都覺得合理 那就嫁啦 嫁了 OK 嫁的時候呢 他們當時辦在一個Vila 這個Vila突然變成 很紅了 打卡經典 你知道嗎 那Vila是爛尾樓 他們的婚戶公司 是不知道你們怎麼想 你們買這個 投資的這個爛尾樓 怎麼可以利用這個婚禮 高價轉手賣出去 這公公也是理財達人耶 公公婆婆跟你想的 但是這也不妨礙婚姻啦 二來呢 伍克拉西牌的那個鴿子蛋 我們那時候其實就覺得說 這可能是借來的 因為你知道伍克拉西牌 一個要多少錢嗎 三千多萬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種都... 可是你就說了 人家是豪門耶 可是那是那行婦不知道 我們都知道她公公很小氣 我們都知道她婆婆很小 我們知道啊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那三千萬可能是借來的 沒有 我誤會了 這真的是買的 是買的 想可以診斷是怎樣 是買的 那種生氣是不是 我真希望她是借來的 沒有 是買的 那買的就沒事 很好啊 現場應該可能你們四位 都有買鑽戒的經驗 你說要買鑽戒要簽名 要簽名的時候 一個劍步 突然一個黑影衝出來 因為她正要簽名 一個劍步一個黑影衝出來 你知道那是誰 她老公 她老公馬上在上面 就簽完了 結果她說 這是公公要給我的 你怎麼 結果她公公婆婆在旁邊又講 媳婦沒關係 都自己的 就當作是我 鎮宇給我兒子 還可以節稅三千多萬 婚後她再鎮宇給妳 妳們夫妻互相鎮宇 還免稅咧對不對 有道理嗎 意思是 意思是這樣子 魔鬼都在結局中 你知道她公公有答應過 要給他們一個豪宅 有喔 台北某知名山上的一棟 價值兩一的豪宅 五層套踢夠游泳池 往下一看 大台北宴起 進入眼底 東博哥那形容有點多 現在要賣房子是不是 對 住的時候呢 使用清澈 又來了 你使用你總要 寫你使用簽名嘛 對 然後管家就給他講 那使用 對啊 簽名 我看一下好不好 不用看啦 全家人誰使用都簽 你還要看什麼 管家這麼兇 簽就對了 菜鳥媳婦是不是咧 這是老太監吧 菜鳥媳婦是不是咧 簽 那種老管家 還有一頁也要簽 簽 還有這一頁也要簽 簽 你簽這麼多 對 然後出車 每次出車都要簽 我告訴你 公公給他們這一對夫妻 三台車 一台冰利 一台法拉利 還有一台賓士 結婚十年 好啦 結局來了 十年後他發現他老公 在外面 有三個小三 都生了小孩 都生了小孩 要離婚嘛對不對 要離嘛 離的時候他就跟他先生講說 我告訴你 其實我早就覺得 你們家真的是規矩一堆 超奇怪的 先講啦 什麼VILA啦 搞了半天久 你們自己在炒房啦 什麼鴿子蛋啦 說給我 為什麼給你 那是我爸給我的 那我現在離婚一人一半 什麼一人一半 正宇物你沒有得分 答案出來了吧 你知道為什麼 這只有律師知道 法律規定就是 如果剩餘財產 結婚在婚姻關係中 大家賺到的且才分 如果是 兩位主持人有沒有豁然開朗 沒有一樣東西是他的 因為都是公公送給兒子的 豪宅啊 豪宅公司名下 對 那 我先離婚一人一半 什麼一人一半 婚前取得財產 你是咧 春者拿出來 婚後多出來財產 有啊 一千萬在這 就是婚後也 老公沒賺什麼 OK 因為倒是公司 十年 那有五百嘛 好 那五百來 好 五百 OK 拿去 不過 這裡有一本 使用清冊 你看一下 使用清冊來了 一打開 要收錢喔 使用清冊裡面 全部都是租刃 那個豪宅 兩年公公給你們住對不對 他簽的是租刃 那個豪宅一個月五十萬 還要付錢 他們住了兩年 一千兩百萬 所以要付公公錢的意思 最誇張的是下面這三台車 兵力他用了三百次 我都講大概啦 法拉利他開了五十次 他的兵士S400 他開了一千多次 在這十年當中 然後都算錢 還沒有 下面還有一個PS 有司機出車的 購買一百多次 四個一千 而且那三台車後面還寫 一次 像兵力他寫 一次一萬 每次三小十劑 法拉利一次一萬二 每次三小十劑 長期這樣租用時數那麼多 要算VIP折扣 對 早講 我叫Uber就好了 你們代開了 我還得再繞回來 對 租金一千多萬 豪宅一千兩百萬 光司機問獎 一百萬 所以他有拿到的錢 根本不夠付這一些 可是老公也有使用啊 房子那個 那個豪宅住那還有本票 我都不跟你喔 近身出戶 此外 錢保密協定 不准講出去 不得對媒體 不得對公眾宣講 你跟親母好有一些抱怨 我們才會知道 好 你知道後來 他讓他知道一件事 他後來氣到吐血 你知道他那個豪宅嗎 後來他看到他公公 然後整個都變成一個商業投資 在操作 原來這麼多規矩都陰謀 對 不過除了這個豪門 就是說你說 自己的爸爸媽媽 有很多的規定 那因為畢竟就是要 嫁進這個家嘛 所以某些規定 大家還是就拚了 好 那但是有的時候呢 這豪門婚姻當中 最折磨人的 其實是旁邊的親朋好友 真的五十喔 他們隨便一句話都影響 全家人的氣氛耶 我有一個朋友呢 他是他嫁進去那個 夫家也是家境不錯的 那他們是住 也是這樣一整棟 然後都是住在一起這樣 所以那他有一個那個 小姑 那小姑沒有結婚 所以就跟他們一起住 那小姑基本上就是 寵弟弟寵到就是從小 就是非常疼愛他這個弟弟 結弟感情很好 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好到可能走到路上 人家會以為他們男女朋友 那種感覺的那樣 就是非常疼愛 然後他就對他來講 其實他結了婚之後 他對這個太太 其實一直都有一點點 我覺得有一點點 吃醋還是敵意 就是一直覺得 他沒有辦法跟他小姑很親這樣 可是他也覺得說 你不犯 我不犯 你就算了嘛 對 然後老公也疼他也沒關係 而且他那個小姑 還會常常有時候 會去跟他講說 你看這是你老公送我的 生日禮物跟卡片 他說你是不是覺得 他比較愛我這樣 他還會要去跟他老婆 挑釁這種東西 會要跟老婆 就是爭風吃醋 對 可是這種就算了喔 你知道有一次 他居然跟他老公在吵架 然後吵得比較大聲喔 結果到了晚餐時間 他們的飯桌 居然沒有他老婆的碗 他就這樣很酸 他就說 他就這樣講耶 所以我跟老公吵架 要老公的姐姐更氣就對了 對 我都捨不得罵我老公 你憑什麼罵他 沒有 我都捨不得罵我 罵我弟弟 他就覺得很不可理喻 那還好他老公 就是有在緩家 就說其實剛剛那件事情 是我的錯啦 所以我就 然後他姐姐還是不理我 他就說我沒有辦法 他就說反正今天晚餐 他就是沒辦法吃就對了 他老公還是說 那就算了 那我今天我也不吃了 我們就出去吃好了 他老公就這樣還假 那是老公這樣表現 對 他老公 其實他真的 他能撤住就是因為 他老公真的很疼愛他 所以他們兩個就出去吃 那這一家呢 戲還沒演完呢 他這一家的婆婆人非常好 可是呢 有問題就是公公 公公我覺得可能 是不是男生神經比較大條一點 還是怎麼樣 因為他們還有一個那個 哥哥跟大嫂 那他們一直都沒有生小孩 就懷不出來 那他生了兩個了 然後他公公居然有一天 跟他講說 既然你生兩個 你要不要一個就 給你大多這樣 過濟這樣子 好不死 對啊 他就覺得說 這太荒謬吧 完全不可理喻啊 就是我自己生的小孩 我怎麼可能送給 然後公公這樣 之後好像過沒多久 就是再過幾天這樣 他想一想說 可能也有感情了 你就生了兩個 他居然轉回去 再跟他講說 那這樣子 如果那你再懷一個 就是你再懷一個 對 等於就 幫他們生一個啦 你再懷一個給他們 那我給你一筆錢 跟那個一棟房子這樣子 好不好 就是一個 對 不OK啊 你說這個扯不扯啊 我老公也是你兒子耶 對啊 你怎麼會覺得是 這樣一家親嗎 誰家孩子生都沒關係 可是真的有很傳統的家庭 會覺得長男一定要有 那就只是人工配啊 一定要兒子 可是以前就是不會覺得 他就是覺得你生不出來 就是生不出來 可能真的沒有機會了 對 就會想家裡 反正都是自己家人 都同樣 都是有些樣子 那有什麼差別呢 對啊 有的還叫他大兒子 去外面找外面人生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那種 連續去基本家庭大悲劇 就是都是這種 譬如說 哥哥不能生 然後姑姑嫁不出去 然後只是就開始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媳婦進來 就會開始事情很多了 對啊 其實根本就是你們家的問題 幹嘛 關媳婦什麼事啊 對不對 Judy姐也是有一個 是不是被親戚快搞瘋了 是 可是我講的這個故事 是老公也插不了手的 就是因為她不是婆婆 她這個故事的主角 是婆婆的妹妹 就是等於是阿姨 家裡有錢嘛 阿姨氣氛這麼重嗎 會常遇到嗎 不是 那個阿姨呢 因為他們都是住在 同一棟裡面 就是整個家族 都住在同一棟裡面 所以阿姨就常常會來串門子 那這個阿姨她非常的活潑 就很喜歡交一些朋友 然後阿姨有一個特別的時號 就喜歡跟一些姐妹一起聚會 然後他們聚會呢 她就有一天就 來他們家裡的時候 她就發現說 這個媳婦新嫁進來的 還滿有話可以聊的 而且也帶得出去這樣 她覺得很有趣 所以這場上就約她一起出去 跟她的姐妹下午茶呀玩 剛開始都覺得還好 後來她就發覺說 她阿姨他們有一個固定的聚會 那她就是什麼 喜歡角色演唱 扮演什麼 神雕俠語的神雕 類似這種 那個角色演唱就是 可能今天是 就是有一點恐怖的 一群阿姨穿的 109辣妹的那個感情 真的喔 所以他們就自己 沒有辦法吃 有沒有 沒關係 我可以介紹你去 結果後來她 很辛苦的地方是 因為除了 因為這些阿姨呢 就自己不會化妝 她每個禮拜 要幫這些朋友們 就是訂那個月約化妝師 然後還要去借衣服 或者是租衣服 帶他們去採買 然後還要跟他們一起娛樂 她就覺得 她每一個禮拜都在半趴 然後跟她都沒關係 然後她就很累 然後還要每一天 幫那個阿姨 就是說約好說 那個誰幾點鐘要幹嘛這樣 後來她就有一點 就是覺得說 她開始覺得要回歸家庭 她覺得她真的沒有辦法這樣子 對 回歸 於是她就先跟那個阿姨講說 阿姨 我家裡的事情 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最暫時 可能沒有辦法 做你們這個主委 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這個阿姨 就居然跟她說 妳這樣的話 那我可能要跟我姐姐 好好聊一聊 聊什麼 因為我姐姐最疼就是我 那自從我老公走了以後 就家裡都沒有人陪我 那我唯一的樂趣 就是跟我的姐妹在一起 妳來我們家 妳就是應該要照顧我 所以她就把那個婆婆搬出來 意思就是說 如果妳不陪我 沒關係 那我就問我姐姐 那我就把妳借出來 就是用這種方式 那婆婆一定會叫她去 因為她是聽婆婆話 那這個問題 她交給老公 老公也沒辦法 真的耶 那怎麼辦 所以從此就擔任 沒有阿姨的公關公司 沒有 結果她就介紹了 我給這個阿姨認識 天啊 這好壯心喔 所以妳在陪阿姨 所以妳也去Cosplay了嗎 沒有 對不對 她就跟我說 妳知道我們每個禮拜三 是Ladies Night 然後那妳就要參加 那妳就是我們 第幾個 幾個 幾個 第幾個輩子 她把妳拉下水就對了 我就說 我真的沒辦法 我說我禮拜三都固定有事 嚇死我了 因為我看那個照片 就是很嚇人 對 嚇人 很嚇人 所以 其實要這個 我滿有興趣幹的主委 妳知道嗎 對 這個電話有 人家是Ladies Night OK 中國哥 我也有一顆Lady的心 你要扳穿嗎 可以半夜以久嗎 好 我不想跟你講話 所以阿姨也來攪局了 還有那種半怒殺出成咬驚的 有 這個千金 也是滿可憐的 因為她當時嫁過去的時候 本來覺得嫁得很好 因為對方是獨子 那對方是算個小豪門 可是她其實嫁過去之前 也是覺得有點怪怪的地方 就是她也是 他們就是一整棟 然後都一家族 但沒有很複雜 公公 婆婆 然後兒子是獨子 連姐姐都沒有 然後有兩個幾大人 是公公的兩個妹妹 就我們叫大姑婆 小姑婆 還有一個公公的甘女兒 天啊 甘女兒 我知道聽起來就怪怪的 對 那先把備份講一下 公公甘女兒等於就是 她老公的甘妹 甘妹妹 好啦 就這樣住 那她有一次在 跟他們婚前聚餐的時候 她就覺得怪是怪哪裡 那她公公突然 因為她公有一點年紀 吃飯吃了一般 想尿尿 有笑 忠國哥 你好會演 演技真的很厲害 老坦嘛 那個要生動 想尿尿 那小姑婆馬上 站起來 就去扶她喔 然後扶了之後就上去尿 結果尿到一半 她就聽到那小姑婆說 前進啊 把那朋友拿上來 她就拿上去 就拿上去的時候 走到樓梯口 就看到那個小姑婆 在幫她公公就是 服侍整套過程 你也看到她 把她放回去這樣子 她就覺得好誇張喔 只是放回去而已喔 對 我們想太多了 我們想到後來呢 還有一個很怪 就是她發現那個甘妹妹 每次聽她老公在講話 爸 我跟你說 這個月我們這個公司的 報表是這樣 她甘妹妹在旁邊這樣 看誰 看她老公 看她甘哥哥吧 不舒服 不舒服 沒有 我剛才聽哥哥 跟爸爸講話 聽得太忘我了這樣子 那跟她呢 跟她之間的互動呢 看她都是這樣 很氣憤這樣 好啦 後來嫁過去了 嫁過去之後呢 有一次她去那個菜市場 他們有加入那個志工 結果跟那個領長的夫人 越來越好 領長夫人有一次跟她講 欸 媳婦啊 你們家的二媽跟大媽 最近還好嗎 二媽 大媽 你們家的媽祖咧 我們家那是二姑婆 跟小姑婆啦 對 她說 還姑婆咧 我看胡姑婆吧 那兩個以前 真的胡姑婆 打得好兇喔 她知道了嘛 她就知道了嘛 知道了回去啊 三個都是啦 對 她就跟她老公講 你們家怎麼那麼亂啊 這樣我怎麼堆得起我爸 我爸這邊也是知名的會計師 這樣嫁給你們 老你們家那麼亂 隔幾天開會喔 開家族會議 我跟你講啊 你曉不曉得我們這一代 就是這樣子啊 就為了你們的面子 為了老丈人會計師的面子 我們才這樣子演一出戲啊 三永跟老婆怎麼樣 很正常啊 你要是講出去啊 你爸爸面子往哪放啊 我們不在意啊 這樣 好啦 媳婦就真的也沒講 結果她先生一看 沒有 爸爸都沒講 講了她真的就沒講出去 洗腦成功了 我的乾妹還演什麼 那哪有她乾妹啊 那是她在結婚之前 在外面的酒店小姐 她真正想娶的是她 但是她爸爸跟她講 酒店小姐能娶嗎 娶的 妳養在家裡吧 等於娶老婆回來 當成乾妹妹 我們先幫妳包裝一下 不是 等到我哪天 把洗腦洗腦成功 那 妳就可以跟我一樣了嗎 好可怕 好可怕 我要尿尿 想哭活服 我尿尿 太可怕 太可怕了 結果啊 那就OK了嘛對不對 好 她說她老公跟那個 乾妹妹就 二向膽邊身 怒從心喪起 她老公幾乎 有時沒事就往上跑 有時沒事就往上跑 然後呢 後來有一次 那個乾妹妹 已經大概也知道 她大嫂都知道 跟她大嫂講 妳曉得嗎 要不是妳是千金 鍍金的 不然今天 是妳要叫我大嫂吧 怎麼會這樣 叫姐姐 叫姐姐啦 叫姐姐 對不起 姐姐 後來她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她就說 她要離婚 要爆料 對 全家人同一條船上 關起來 爆料啊 還要去講啊 那他們家再怎麼樣 也是小豪門啊 對啊 就是被關起來 結果關起來之後 後來三個月之後 那女兒說那她 她爸是快遞師 她爸媽會 總會找她吧 沒有 妳女兒現在坐月子 我們家這邊坐月子 是這樣子 不能跟外面 因為她會動得抬起 不能跟外面任何聯絡 妳放心 妳女兒很好 結果後來呢 妳知道為什麼嗎 師姐 還是自己放下去 妳覺得想不到 司機是蓮恩怡訊 地表最強司機 怎麼回事 原來這司機是這樣 好激動 那個司機 每次在開車的時候 妳知道誰對她態度最惡劣嗎 乾妹妹 她已經忌恨你久 忌恨很久 可是她好聰明喔 她有一次在車上 聽到了少爺跟那個乾妹妹講 妳如果是跳窗要怎麼樣 噓 車上不要說這個 不會跳窗啦 要不要裝鐵窗 不用啦 好 結果她聽到 她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很久沒見到少奶奶 然後後來呢 她就有一次就主動喔 只在乾妹妹的時候 她就跟那乾妹妹講說 我覺得少奶奶 真的這個人很囂張 就先講她 沒有 妳也覺得她很囂張對不對 我也覺得 她一直講得難啊 就後來她就說 Bingo 有欠人看管嗎 我加入 我幫你們啦 不然你們全家輪不完啦 她也幫忙看管 白照 攝影 她好聰明喔 這個司機真的很囂張 她是 好可怕的一家人喔 聽到鍾伯哥剛剛那樣講 我真的覺得 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 是啊 對 但是有一些聰明的女性 是可以超前部署 把劣勢轉為優勢的喔 對不對 燕麗姐 對 其實就是 不要小看我們平凡女生 我們即使嫁入豪門之後呢 如果不停地被欺負 我們也可以超前部署 而且是 我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我個人覺得 還滿勵志的喔 對 那我一個還滿好的朋友 她之前是空姐 那她在空姐的工作的時候 遇到了一位建築業的小開 加入豪門之後 真的是一連串的考驗才開始 比如說呢 她的這個 因為是家族嘛 就是家大 業大 說有大姑 小姑 姑婆 然後一堆親戚喔 那她們親戚呢 就在開始 三不五時就會碎嘴 講一些有的沒的 比如說有人就說 那這個空姐 她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哇 一聽 私立大學 而且是排名後面的 那所以家族的這些親戚就說 那她跟我們不一樣耶 我們都是 念名國 歐洲的學校 那不知道她的EQ跟IQ好不好 生出來的小孩子 聰步聰明 聽到之後大家就覺得 很痠對不對 好 那當然我覺得我朋友 其實還滿 滿能夠遠的 那一方面她也知道說 自己也是要想辦法在這個 豪門裡頭去生存下來 然後自己私底下也會 報一些相關的課程 比如說房地產的課程 她都會騙家族的人說 其實去喝下午茶之類 其實她非常非常的上進 那我覺得她老公 其實也還不錯啦 她老公後來跟她說 那你就來參與一下 這個集團的公關的事務好了 所以集團裡頭有一些 廣告會議 行銷會議 她偶爾都會參加 偶爾都會幫忙 好 重點來了 她老公其實我覺得 人也都不錯 對 唯一的缺點就是 喜歡交女朋友 那其實她以前 那個是最大的缺點 這不是唯一 這是很重要的缺點 但其實對很多的 這個家族來說 對很多的好門來說 好像其實還滿正常的 可是這朋友 她生的是兩個女兒 那好死不死 她就是有一個的女朋友 就懷孕 後來生下來是個兒子 所以他們家族人又在旁邊 就三不五十就會 很能言能語的說 就成全他們吧 那聽到成全兩個字 我這朋友就覺得 好吧 算了 反正家族這個規矩也很多 所以到最後 他們就協議離婚 反而就讓這個外面的女朋友 就是 後來反而對 扶正了 那離婚其實我覺得 條件給得也還不錯 給她兩間房子 然後也是給了 五六千萬的現金 比我們前面講的 婆婆們跟公公們 太大方多了 太大方多了 真的 好嗎 那若是這樣簽了 對 其實我覺得 給的條件都還不錯 可是呢 不太可能又去 回去當空姐嘛 所以她就想說 其實她這幾年 在房地產界 累積的一些行銷的經驗 她自己覺得 好像還不錯 所以剛好中南部 有一家比較小規模的 一些這個建商 她就去應徵 就沒有想要就應徵上了 一路從小專員 後來生... 經過了七八年之後 她就生了副總 護士的高潮出現了 就在去年 她的前夫其實 公司的經營體質 是略有一點差異 就是稍微有一點往下走 那因為去年 也有塊土地要標 那業界的人都知道 就說那一塊土地 其實在中南部的行情價 大概是十二萬到十三萬左右 那她夫家非標下 這塊土地不可能 她夫家就出了十五萬 然後她就覺得說 這個君子報酬三年不完 最後她沒有 二十萬把她標下 對 那她就覺得說 其實這也是給前夫家 一個非常好的 繁殖的機會 對 所以後來其實 她有講了一句 我覺得還滿經典的 一句話就說 她非常感謝當年 羞辱她的那些人 因為就是因為羞辱她 所以她立志告訴自己 一定要想辦法活下來 而且有機會 要想辦法三倍奉還 所以她聰明 就不要 就知道這男人心 不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就要及時放手 所以像我們今天聽了 大家分享的這麼多故事 我覺得不管是好門 還是好門 其實女人真的很簡單 就是要看我們的另外一半 對我們是不是真的有心 對 我覺得就是大家會常講 這個金錢成可貴 但愛情價格很高 若為自由 顧兩者皆可泡 自由還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如果另外一半 沒有心的時候 就多為自己活 是 沒錯 好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至少電子 請幫我家準備 看看 詮故事